42 题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 像这一题的这个地方 上面跟下面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边有个什么 45度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45度的话 基本上 他可以用几个方式 你可以用旋转 做完之后的话 可以把它转过去 转过去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 比如说进射一个 那进射的话 进射上去之后 这个地方要旋转一个角度 你才有办法转出来 例如是像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底下位先画出来 第一个这个地方8 这个50 所以你其实底下这边 可以画一个矩形 矩形画完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往上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的高度多少 三十减掉8 因为这个厚度 我看到 这边是30嘛 那这边是多少 这要减掉8 所以这个22 那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之后 做完之后 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把底下部分怎么样 做进射 进射上去之后呢 那我要把上面东西做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部分的话呢 是多少度呢 45度 那几种方式 你可以用旋转的方式 那轴心在哪里呢 就这个嘛 对不对 这是旋转的方式 或者你可以用进射的方式 进射你想 老师那进射不是上下 其实进射除了上下 还可以有角度的 因为呢 我们在画那个进射的时候呢 你可以拉水平 它就变上下 可是如果你拉的这条线 是从这一点 拉过来角度多少 45的一半 为什么一半 因为进射两边分开来 所以应该多少 22.5 如果你这边呢 拉的是22.5的话 那他做出来就是我们的形状 那做完毕之后 最后再做一个 这边有弧嘛 实际上用弧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什么 用圆角 圆角他会跟你讲什么 你要哪一边 我把它变成圆角 他本来是突出了两条线 对不对 那你可以用圆角 选这一条线 选这一条线 给他半径 他就帮你画完了 这一条线 是一条线